上周股市三升二跌 恒指18000點關德而復失 最高時報18272點 最低為17573點 高低指數差距699點 成交方面 有三日的成交額於1000億元 最高為1085億元 有兩日成交額緊800餘億元 上周恒指收報17956點 較前周微升6點 升降穩率大致情平勢至弱勢 五周圍 升跌跌跌升 十周圍 跌升跌升跌升跌跌跌升 六跌四升亦屬平平 從過去的走勢觀察 現階段港股仍在一個較廣闊的上落區域運行 上左力在18300至18500區間 下支持17300至17500 我的觀感是 據殺傷力的大型拋售在連跌三周後 已成過去 預料持續重挫應不會再發生 雖然上一個低點一破再破 但跌到接近17000點水平 估計探底的工程亦將行人止步 大公司業績公佈期不久將完結 大致乃好壞參半 市場反應也是好的升差的跌 有一點趨勢越來越明顯 市場對派高息的股份有偏愛 如無其他原因 這些股份多能跑在前面 科技類股份的派息比率不高 有的環處虧蝕中而無息可派 此類股份只能 炒而不移渣 應對之法亦要快買快賣 不可留戀 此外 美國利率居高不下 依然是市場關注焦點 這不利科技股 因為科技股大多有較巨額的借貸 和要負擔不輕的利息 所以若再加息 或高息期比預期長 均可能成為科技股回落的藉口 內房股的高槓桿 高借貸 以及債務違約問題繼續受市場關注 不時成為議論話題 對問題的處理 內地有關部門以加速進行 並從稅務和增加剛性需求方面入手 一般估計 問題是潮 軟著陸方向發展 本週是8月份最後一週 這個月以督定是下跌月 蓋7月底的收市指數2078在8月如下的4個交易天中 無論如何也收復不了 因為鈴金指 以失地2122點 極有可能成為今年月線圖跌幅最大的一個月 希望只能寄託在9月 明天會更好可期實現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